昨天我們說到丘子舒的跪地 南鼎原問他說 老友有什麼緊要事啊 丘子舒這時候眼淚啪啪聲 擔高頭對南鼎原說 小人的弟弟丘子相被人打死了 求大人幫我弟弟報仇啊 南之園仔細詢問 原來丘子舒的弟弟丘子相是以賣苦力為生的 那五日之前呢 海洋園的園利里鎮村在省城回來 走到普寧園攜潭這個地方 就請丘子相擔行你 在去雲樂店過夜的時候 就發現不見了四兩銀 利鎮村就懷疑被丘子相偷了 於是用私刑把丘子相打到死了 當丘子舒聞信趕到的時候 他的弟弟已經不能夠說話了 過了沒多久就死了 聽完丘子舒聞這番說話 左右額角上面有幾個升降進去的血痕 按情形來看呢 就肯定用一些木的東西強硬塑下去的 除此之外呢 那個後枕 那個臉 和下身 都用火辣過和燒過 南鼎原見到這樣的樣子 他說 唉 真是殘忍 不要說海洋縣的遠離 就算是巡夫總督 我都要他填命 丘子相是寫在普寧縣城南十里普村的祠堂裡頭的 臨死之前呢 十里普的保證 雙廣銀去普寧縣衙門報到案 當時李鎮村仍然想在丘子相手裡追回銀 所以也一起去到普寧縣衙門 普寧縣遠慰趕到的時候 發現丘子相就已經死了 於是 就將李鎮村連同兩名繳夫一起收監 南鼎原驗完屍之後 就立即提審李鎮村 李鎮村說 你銀塞了之後 我就懷疑是他偷的了 一氣之下 就插兩件床板去打他 額角的傷是我打的 其他的 是雲諾關卡駐軍的管隊賽高和他四個兵用打的 和我完全無關的 聽完李鎮村這番說話 南鼎原有點不明白了 他問 雲諾關卡來這裡三十多里 鎮村怎麼會走到這裡來打人呢 是這樣的 發現被人偷了點銀的那一晚 住在雲諾關卡附近的雲諾客店 因為那裡屬於雲諾關卡館 所以我就報了關卡的駐軍 管隊賽高就帶著兵用來到雲諾客店 問了邮子商 審了一晚仍然沒有結果 賽高沒有辦法了 他對我說 盜竊案歸地方審你 去埔寧縣牙報案 第二天 我就帶著他來這裡 去到十里埔 邮子商就走不動了 最後 就將他放在祠堂的樹 誰知道他沒什麼拿就死了 南之院又提問了兩名繳夫 吳前水和淫人友 吳林兩個人異口同聲地說 雲諾關卡的大隊賽高和兵勇 是打了邮子商 逼他交些銀出來 又用火來燒他 又枯他 總之有很多種方法 大人 我真的不敢隱瞞 我是這樣說的 南之院的心想 在死者身上的傷痕去推測 這些五花八門的刑具 只有巡捕的士兵才有 衙門審案絕對不會用這件事 這樣算下 利鎮邨和繳夫所說的 可能是真話 就在這時候 南鼎員就發現繳夫吳前水的手指 有給點繩勒過的痕跡 於是大聲地說 吳前水 你把你的左手伸出來 吳前水被人這樣渴 他整個疊了一疊 兩隻手縮下縮下 不知怎樣才好 南之院看著他 這時候吳前水的身上有點震了 他不得不慢慢地把手伸出來 吳前水 手指上的傷是怎麼回事 吳前水說著下意識地把手縮回去 再把右手伸出來 吳前水很不情願地慢慢伸出右手 南之院就仔細看著他右手的手指甲 也有那些繩勒過的痕跡 於是就命令他把雙手合起來 這樣來就清楚看到了 兩隻手指甲都被那些繩勒過的 知情的人一看 就會想到一種叫做蕩秋千的刑罰 民間又叫做雙飛燕 就是用麻繩把人的兩隻手指甲扎緊 然後把整個人吊起 然後在下面用兩個人 你推我推 這樣奉來奉去 有時就撞在這邊的牆上 而有時又撞在另外的一邊牆上 那些拼命棒棒 就是這樣撞來撞去 直到兩隻手指甲的肉全部裂出來 見到骨了 這樣才肯收手 南之院就再看了看吳前水的頭 也有被捉滅發過這樣的痕跡 假了她的衣服 兩邊拼骨的樹 那些肉就模糊 好像焦了那樣 顯然是用火來拉過的 這樣一來 南之院就越發疑惑了 你身上的傷是怎麼回事啊 為什麼跟丘子相身上的傷 一模一樣的啊 吳前水是撞到她的頭 不出聲 南之院有點生氣了 為什麼不出聲啊 剛才發現你手上傷口的時候 你還遮遮掩掩 那到底什麼事啊 看來那些銀不是丘子相偷的 而是你偷的啊 嗯 如果不是的話 你為什麼不出聲 那到底誰跟你上刑的啊 你不肯說清楚 就證明你心裡有鬼 吳前水看得這樣 忍不住了 她才吞吞吐吐地說 也都是蔡高 蔡高做的 嗯 蔡高這麼殘忍 打死到丘子相 又將你折磨成這樣的樣子 你為什麼不肯說啊 啊 是 是 是你鎮村不讓我說 她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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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受受牽連喔 她說 這樣 這樣 搞法 會坐牢的 哼 這番說話 真是一點都不符合上你 蔡高做的 你鎮村不讓你說 你說有什麼理由呢 啊 啊 啊 你鎮村也是一番好意 她可憐我 呃 出苦力 她 她 她說如果搞 搞到 你 你 你說清楚一點 是 她說 如果出了人命案 那 我 一家老小 就 實死了 她說 她說 這次出了人命呢 自己肯定會被牽連的 我們台橋肯定也會被牽連的 她說 呃 她說什麼啊 她說 為了避免我們受到牽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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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走了 南支院就问他说 那你带的四个兵勇到底叫什么名字 这个蔡高就说 去云乐客店只是我一个人去 没有其他人去 只不过吴前水 临人有仍然附和李振村的正词 咬着蔡高不放 看来蔡高就似着自己的驻军 地方官就不能对他用刑 所以他们死口咬定 跟这件事无关 南支院这阵时生气 全令到关卡 将蔡高撤了职先 以便下次审讯的时候 很用刑 而另一方面 调取放纵士兵 为非作带的军官名单 以便附在情文当中进行弹劾 又调集犯罪的证据 以便进一步长加审理 正当案情逐渐明朗的时候 五日之前说有病 不能够到场的这个客店的老板 徐炳一突然来到 而他的一番正词 和之前他们几个所说的完全不一样 这样来这件案就越加难審了 徐炳一说 李振村的侧子是走江湖卖草药的 医术又差 所以生活就没办法维持了 在李振村来云乐店的前一日 他的侧就在店那里投缩 初三个晚上 李振村的叔侧偶然相遇 当晚就住在一起 他的侧生活就很差 就向他的叔叔李振村借钱 李振村就满口答应 翌日一早 李振村就发现 不见了四两银和八十银铜钱 于是对同叔那些人说 自己戴的是衙门的银 观银秘道非同小可 如果不协助追查的话 就会连累到每一个人 如果这件事闹大了 谁都走不掉 住宿的人就害怕了 你看我我看你 互相盘问 李振村请的矫夫林仁友就说 邱子商前一晚 整晚没睡 更出更入 刑绩就非常可疑 估计那些银是他偷的了 李振村就信以为真 直接问这个邱子商 邱子商就不服 他说你在那里血口喷人 那李振村就更生气了 他说偷官银打死物伦 于是拔了床上的一条木板 对着邱子商就扮下去了 邱子商的头壳 被他打得鲜血碰瘤 离振村的侄子 因为借不到银 那把火就发在邱子商身上 用小麻绳子商把邱子商的两只手指弓扎 吊上上面那条大梁的树就玩抽签 他在柴火里面 拔出一条又粗又长的木棍 一年就拔出了几十棍 打到邱子商就咬咬咬咬咬咬 在场的人看着这个样子 就劝邱子商承认了他 但是邱子商死都不承认 离振村右童的侄子 用竹灭扎成圆圈 枯在头上 用削好的木片 就作进去 好像枯木桶那样枯 没多久 邱子商被这个枯 枯到眼眩都凸出来 但他依旧死都咬咬咬咬 说没有偷到李振村的钱 于是叔侄两个 用火点着一堆草 把木头丢在草里面 烧着之后 就垃到邱子商的新树 只听到嗤嗤声 那些油粗垃了出来 邱子商忍不住了 大声地叫他说 吴前水和我同床 为什么不追究他 只是追究我的人 他这样叫 李家宿侄又怀疑吴前水 和他一起偷他的银 立即就把吴前水 扎起身 好像对邱子商一样 又一样将他吊起身 来整他 同样吴前水也不服气 李振村 李振村就见到他们两个 这么硬颈 心想到一时之间 就很难把眼睛追回来 于是就去云乐关卡那时候报告 云乐关卡就方着影响地方的声语 就立即叫管队 赛高去到云乐客店那里查闻 邱子商大概就怕继续受刑 所以狠狠唤信口应付 赛高就信以为真 就解在他身上的那些绳 就押他回到客店去搜银 谁知整个客店都搜寻了 一文钱都搜不到 赛高就只好报告云乐关卡的武官 黄把总认为 审讯盗策是文官的事 就叫李镇村把责人带到普陵园 品报队牙就追究了 李镇村就带着邱子商 吴前水林人又一齐 去到普陵园牙 刚刚走得几里路 邱子商声称那些银在客店那时候 李镇村又是带人 李镇村趕快回到客店 四围地找 但仍然找不到 天就快黑了 赛高又回到客店 他怕邱子商夜间脱土 拖累关卡地方 就叫李镇村用一条绳 绑住他雙手脚 到了初五的凌晨 邱子商因为伤势过重 已经不能走路了 李镇村就叫吴前水林人又买到酒肉 命令他们两个 将邱子商抬到普陵园牙 还希望在他身上 能够追出不见了的银 没想到都没到园牙 邱子商在半路就死了 对于店家徐炳一的这番正词 南支园就半信半疑 事因他说病了在家里 足足有五天长 赛高是随时找他串弓的 徐炳一 赛高给了什么好处给你 你镇村吴前水林人又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本院已经查队了他们的口供 哪里是你一个人能够歪曲得到的呢 你想无险无辜 保住空手是吧 随炳一这阵时指天或日他说 老爷 老天在上 请大人慢慢审 等到水落石出之后 如果不是你镇村宿窒做的 就把我拿去填命 随炳一 随炳一 你再车大炮 我就把你两只脚夹断他 大人 你夹死我也是这么说的了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 千真万确的 是啊 千真万确的大人 好 我问你 李镇村的侄叫什么名字 那我就不知道啊 但是问李镇村肯定知道的 那跟蔡高一起去的四个迎兵是叫什么名字 大人 他们都没去 只有蔡高一个人去 我怎么能够说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不能够乱这么说的嘛 是不是算了 你就算劫死我也是这么说的了 好了各位 那到底这件案子怎么审下去呢 我们明天再说了